油脂和蛋白是我们饮食的重要部分 也是人体所需的六大营养素中必不可少的两个 不仅能够给人提供每日所需的能量 还能够为食物增添独特的风味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 相比于食品的色香味 人们更加看重食品的营养价值和安全性 那么对人体健康有益且具有高品质 富含更多营养成分的油脂和蛋白 究竟是如何生产的呢 本期节目带您走进山东凯斯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了解凯斯达的秘密 1976年 在美丽的孔孟之乡 运河之东山东省锦宁市 一个以振兴中国粮油机械为己任的科研事业单位 吉宁市机械设计研究院悄然而生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蓬勃发展 2007年 吉宁市机械设计研究院控制成立了 集科研 生产 经营 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山东凯斯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高级工程师职呈以上技术人员60亿人 其中研究员5人 目前主营仓国优质自取 植物蛋白深加工 化工容器 环保装备等四大板块的研发制造 山东凯斯达设有工艺 机械化工自动化 能源动力图建经济等十多个专业 拥有一支技术素质高 综合能力强 经验丰富的工程设计和总成功项目管理专业队伍 自2010年以来 每年承担升级以上技术创新计划 及创新基金等三至五项 完成科技新产品开发30多项 产品云销活命版 先后获得省市及科技成果奖励15项 申报实用新型专利88项 发布专利12项 软件著作权11项 和很多行业一样 油脂和蛋白装备行业市场竞争也日益激励 如何在行业中站稳脚跟 答案只有一个 减少和创新 我们紧紧围绕着节能减排 绿色环保两个关键词作文章 其中寻法大动农生蛋白装备技术 达到废固和污水零排放 尾气达标排放 蒸汽消耗是国际先进企业的50% 电耗能节约20%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 掌握行业勤延科技动态 与易海 鲁华 万德福 家贯等企业集团 进行战略合作 加快科技成果转换引领行业发展 鲁华是中国花生油的第一品牌 那么也意味着我们的生产量 加工制造水平也是要第一流的 所以我们在学的合作伙伴的时候 首先要找最诚信的 技术能力最强的合作伙伴来进行合作 凯斯达前身是直经设计院 应该讲第一个是设计能力 在中国同行业里面是最超前的 那么第二个 这个制造装备业和增加工业 是走在行业的前面 那么第三个 安装技术水平是一流的 那么第四个是售后服务是一流的 所以一流的设备制造体业 和我们一流的生产体业 品牌体业一排集合 从2016年进行了战略合作 是在辽宁的复兴鲁华工厂 我觉得上中凯斯达这堂公司 应该是 油脂机业制造行业的 致名代表 是一个佼佼者 它一直致力于 油脂机业装备的技术研究 为我们油脂行业的 机业制造作出了贡献 这个机业制造的水平 跟制造水平 应该是一直处于 我们国内的领先地位 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中 最为关键的是 低温泡 蛋白泡装备技术 和存法制度大动浓缩蛋白装备技术 低温泡 蛋白泡 作为中间产品 是费力蛋白 浓缩蛋白 拉丝蛋白等中端产品的原料 原料好坏 直接影响了中端产品的性能 只有一流的原材料 才能生产出高端的产品 早在2017年6月 由山东凯斯达成建的 福建常德蛋白科技有限公司 每天1500吨大豆 深加工生产线 近年产4万吨 纯法大豆浓缩蛋白生产线项目 投产运行 是当时国内饲料级 纯法大豆浓缩蛋白规模最大 产品最全的现代化生产线 凯斯达他在这方面的经验 比较丰富 他的社务服务非常好 他们这一些领导 给我们留下的感觉是非常的实在 实感 那我们跟凯斯达也经过做一些交流 我们可以把里面的产品的差速调得更好 做出更好的产品 更节能 更环保 才有了我们第二期的这种 全世界单线最大的蛋白分线的合作 2020年7月 福建常德蛋白科技有限公司 为适应市场对高质量大豆蛋白产品 快速增长的需求 投资建设了第二条生产线 年产8万吨大豆浓缩蛋白生产线 这也是目前全球单线 吨位最大的纯法浓缩蛋白生产线 资料生产线开发以后 中国粮学会给高度重视 一直认为 资料生产线是完全具有 自知识产权的 实际上一条 创新的开发出来的一条生产线 再获得评价 它的总体的技术水平 是世界零先水平 近年来 开斯达积极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好涨 凭借一流的技术团队 强大的创新能力 精良的制造能力 以在欧洲等国家 成建多个大型油脂 及蛋白工程 为了认为我们的伴侣 我们游戏从北京 从哈尔滨 到洞金里的终于 在商量的产品 我们资格议收集了 我们 来自知识 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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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在当地区域 在打击权的产品 并不在建议上 我们刚开始感觉到 我们感觉到 这一条金融区域 我们感觉到这企業 这一条金融区域 会有应该是 我们的最正确的選擇 最好的选择 选择 选择 我们在技术上 在皮革市場上市場向努力收取更多工具 因此,我想由美金 invent途復都市場合余的 荷 special工具 因此,本地的坏市場合余的工具 803厘一天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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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同样的项目还没有 更多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项目是很重要的 在2017年 当我们在第一个项目的项目 我们的项目 在发生的项目 兼项目的主席 党的主席 党的主席 我们的发展 这些共同的伴侣 是连接的 都关于车工程的建筑 我们是非常感谢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山东凯斯达 以科技创新为先导 以精良制造为核心 用高端的产品 用高端的产品 用高端的工程 完美的服务 回报着买一位客户 合作从辽宁复兴开始 这个新宜的卤化 正阳卤化和新乡卤化等等 我们现在有七八个项目 都是跟凯斯达这里合作 过去一个车间有十几个人 那么现在有三个人就可以进行操作 从这个能耗上 不论是从电 气方面的消耗 是大大的降低 从产品的出城的质量上 和出城率上也有大大的提升 最后是在这个售后服务上 那么不论是在技术方面 还是在参数方面 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 凯斯达都能给到最好的售后服务 给予最好的技术指导 山东凯斯达着眼于新旧动能转换 扛起了国内粮油深加工技术 设备研发生产的大旗 不仅注重工艺 与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与实践 还重视与高校的合作 与河南工业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依托高校师资力量和研究资源 增强了企业长远发展的动力 我们建立长校的基地机制 让各类人才竞相成长 在成长过程中与公司一起分享丰收的成果 1990年毕业以后就加入了我们机械设计院 这30年学习了很多东西 公司给我提供了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学习平台和锻炼平台 这是我最大一个收获 我是本科和硕士都是机械工程方向的 我是14年毕业就直接加入咱们凯斯达了 入职已经6年了 不管是从领导还是同事们相处都十分融洽 同时这个技术平台也是非常的先进 我是13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来到的凯斯达 专业就是食品科学与工程 领导会提供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 让我们能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并实践 凯斯达始终坚信 拥有创新型人才 以及依靠持续研发和创新 才能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从而确保企业的长远发展 用科技创新金钥匙 开启企业发展新未来 我说我们科斯达这单公司 也要继续向专业化 规模化 大营化方向发展 要满足不同油料 不同规模的需要 以创新引领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以六色环保 质量安全 数字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 为我们油质加工企业 提供精量装备 凯斯达的发展 也符合我们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这种发展方向 也是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这种转变 所以也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上 凯斯达的设备装备装备製造能够真正的达到智能化 能够跟世界的同行进行比接 能体贴我们中国大国工匠这种精神 为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天瓦 还是要跟凯斯达进行大规模的深度的战略合作 会更加的紧密 会更加的宽广 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技术方面 还是要不断地进去 不断地创作 也希望凯斯达也一直为我们大家一起来 共同来发展 依靠创新 走上了一条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一流的体质机制 一流的创新能力 一流的责任担当 一流的售后服务 大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和资源配置效率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从1976年成立以来 他们不忘初心始终致力于 植物油脂、蛋白深加工技术及装备的研究 历经多年的实践与积累 不断地勇于创新 逐步探索出了一条 以技术创新为先导 以精良制造为核心 以产品和工程服务于客户 引领行业前沿的市场服务模式 更是走出了国门 迈向世界的大舞台 并且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